起碼我懂,我是要check黑油的 这个针拿出来就是可以看到黑油的程度啦 欸嘿嘿,欸嘿嘿,欸嘿嘿,然后就晒了 我在入行之前,做YouTube之前都是卖珍珠奶茶的各位 HELLO,我是凯文,欢迎来到我的汽车Vlog 今天不是试驾什么新车 今天這集很勾勵,就是要示範一個女生, 想在daiya bomster之後換daiya, 還有怎樣在MCO期間照顧汽車 為什麼會有這集?就是因為你, 為什麼要車化這種內容? 在家產真的不好嗎? 我覺得男朋友就是要來換daiya的嘛, 怎麼我要去學哦? 你男朋友死了咧? 男朋友如果死了的話,這樣我就call人了 call一個新的男朋友是嗎? 可以啊,可以啊? OK,其實我覺得女生不會換daiya, 不會車的東西之類都很正常啊 所以等下你教我,然後我又教你嘛 反正也是一些很basic, 很簡單的東西 對對對,是非常不專業的基本知識 耶,到了! OK,我的ASIA載咧, 距離我上一次出去打包晚餐, 已經是4天沒有start過engine 了 所以接下來呢就會教大家10個tips OK,第一步就是你那麼多天都沒有開過你的車啦, 你要檢查車底有沒有漏水有沒有漏油 OK,如果你是很多天沒有開車的話, 你檢查車底的時候看到是乾乾淨淨的話, 證明你的水箱 還有黑油箱是沒有問題的 OK,第二步是檢查水箱, 就是看你夠不夠水 所以板上都會在 driver seat 的右下方那邊 啊,每次叫人家開的 然後這個有一個東西勾住的 嗯 看到嗎?那邊有一個可以按的 拔出來 然後有一個動作 OK OK 才第一步,打開bonnet 吧,你知道嗎? 你覺得水箱是哪一個? 诶,這個!這個是雨刷的,這個! 其實,大家要檢查水箱 OK,要記得,你看這裡有寫明,有寫明 Never open when hot 其實是什麼呢?如果你開車開了一段時間的話, 你絕對不可以去打開它的 這個我懂,就是你開了水箱之後哦, 你看到這邊, 你看 可以看到水就是代表它有水, 就是夠了 不然的話,你可以加到這邊這條線 如果你看肉眼看不到水的話, 代表你要加水啊? 可以啊,一分 這個是很basic的,你知道嗎? 第二個我們要看的就是黑油 就是看黑油的多少, 還有黑油的濃度 講就厲害啦, 那黑油在哪裡都還不一樣的 起碼我懂,我是要檢查黑油的 這個針拿出來就是可以看到黑油的濃度啦 能夠拿出來 對啊,拿出來就要 左落這樣子 這個是雙刀? 沒有啦 OK,這個針出來,它是有兩個點的 這邊就是maximum那個黑油最多的地方 就是到這邊以上就不對了的 最多到這邊不 然後這個是最少的情況 如果到這邊證明你的黑油已經沒有了 其實我以前賣珍珠奶茶的 跟... ammerd黑油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 OK,它到這邊,看到嗎? 就是證明黑油已經開始 跌一點了,但是還OK 濃度的話哦,就是你看它會很激 就是你一彈一下它還可以彈去的話 證明它的濃度是OK 如果是很激很激的話 就是根本彈不到了 哇,可以啊 OK,第三個就是雨刷水 雨刷水是這邊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吐起來的FUL的字 就是說那個水哦,你加的時候 你加到這個FUL的字就夠了 然後這邊大家要記得你要放乾淨的水 但是不要放有肥皂的水 因為有些人的禁止可能他們做COATING啊 你們放好肥皂之後可能會傷到那個表層水 哇,果然是有泡珍珠奶茶經驗的 OK的,我真的是珍珠奶茶妹耶 我在入行之前,做Youtube之前 都是賣珍珠奶茶的,各位 OK哦 剛剛好的 可以哦 拍我拍我 以後要買珍珠奶茶找我玩 OK,第四個就是檢查你的電箱 這個很重要啊 我們這邊呢,是用最基本 最不專業 還有在你沒有任何工具的情況下的檢查方式啊 就是Start Engine 電池沒有力的話,我們有三種 第一種是電池完全沒有力了 第二種呢,就是你Start的時候是 欸嘿嘿,欸嘿嘿,就Start了 這種是電池開始出問題的,要換的 還有第三種就是 你一插進去的時候 欸嘿嘿~~ 然後就沒有掉了 這種就是電池也是有問題的 沒有 不夠力去Start Engine OK,大家就靠聽聲音去辨別吧 建議大家可能每個兩三天的時間 就可以下來Start Engine Start了 Engine之後 真的是让它 warm up 而不是你坐在车里面 你一start 了就马上开 aircon 那边吹冷气不是那一种 这边讲的是start 了 然后你就可能看空警 走走做你的东西 这样子 OK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 signal 灯 然后我先把这个关起来 OK 紧张检查 signal 灯 就是你把全车的灯都开掉它 看它有没有 function 就好 喂 开什么 哦 这个叫 signal 灯好啊 OK OK 接下来呢 就是看排气管 就是你start了 engine 之后呢 它有没有白烟出来 OK 没有 证明很好 会滴水的原因是因为start了 engine 有滴水是正常的 OK OK 接下来呢 就要看 daya 的缝嘛 你用手按着 feel 不出因为 怎样 daya 都是很硬的嘛 我们就看它扁掉或者是歪出来 怎样看扁呢 你看到 daya 它下面是平的 就是代表它扁下去了 然后你看到正面了之后 你就看侧面 侧面然后你看到那个 daya 它会跑出来一点 这是很严重没有缝了 不要学啊 这个是特地给它没有封 展示给大家看的 诶 这是正常的 它下面没有扁 然后它还是一个圆形 然后我们刚才侧面看呢 它也没有歪出来 所以后轮它比较有封 前轮没有封 我已经整整看了 现在到了最辛苦 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 换呆呀 我这样子已经很累了 蛤 你才拿出来报的哦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就要车车先了 它这个洞哦 要对准里面有一个套位哦 如果你没有对准这个套位哦 你车了的话呢 会弄坏那个车的body的 顺时转 ok 你要锁一锁 报返它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辆车是开始移动上来的 诶 有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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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下去 来 最后三下来 我们来三哈 来 收一个 来二哈 来 来 最后一下来 继续 给人家催生 ok 可以了 其实人家不是在车车的 拖纳先才车的 啊 啊 哈哈 我现在冒了下去啊 人家一般上是拖纳先才车的啦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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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彩不到是正查 嗯 讲出来你几kg 八十 为什麽你彩不到 我们现在请一个百亿的下来 可以看到吗 一百kg的来之 哈哈哈哈 这是一百kg的微镜 东西 哈哈哈哈哈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Speed Daya 只可以走几km 罢了 你还是要驾着你的Speed Daya 去车厂 然后把你的旧的 Daya 修好 这是辛苦的成果 很生憾哦 OMG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换 Daya Go 耶 真的 好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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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热了 我要开Acon OK 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个step了 就是车的内部 那个车太久没有开哦 你一开门哦 就有一种新塑的味道 就好像一个房间很久没有人住 你一开门也是有那个味道的 就是酸酸闷闷这样子 OK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是 一直以来都是用Venzo车厢的嘛 因为一来是可以香香的 二来它是可以除菌的 黑色的咧就是我的男神 谷听洛代言的生翅系列 这样白色就是网吹雨代言的女神系列 OK 很生翅 这个很紳士 很男生香水的味道 或者是很成熟稳重的那种 因为它 它是有两个调的 你第一口闻的话 它是Origin Orange柑橘的味道 过后它就 变成木香 就是变成很那种成熟 稳重的男神 忠心一点的味道 这个白色咧就是 very的女神 非常非常女神 它的味道咧就是 花香味 它是玫瑰加白色香啊 就是一种花来的 给我修了一次谷听洛 谷听洛 我好像看到谷听洛了我 你不要逼我讲啊 蛤 你可没王翠鱼 我跟你们讲 这是我看过最art class的车厢啊 看到吗 它是皮革的咧 就是之前的是plastic的嘛 但是一换新款 然后直接变成lader 然后你要刻名字的话 也是可以刻在这边 就送的很好看了 重点的话 它是通过了国际认证 你可以安全吸入 它是没有甲醋 没有重金属 没有酒精 香精的这种东西 所以MCO期间最重要的是 我们去按 OK 现在超香香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吧 希望大家看这个影片 可以学到一点东西 虽然是很基本的啦 那你学到了就是自己的嘛 尤其是MCO期间 也要照顾好你的车 重点是 女生也可以学会放打压了耶 而且尤其是单身女生 一定要学会 也可以学我这样子 检查那十个step 就不会等到 你要开车出去的时候 才出现问题 这样你就麻烦了 好了 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 记得点赞 分享 订阅 打开小铃铛 下次再见 拜拜 叫什么女神系列 不如叫吹女神系列 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 古古 古宅系列 古古哈